我是Yo,我是我,继续来玩这一部Pokemon Infinity Fusion 宝可梦无限融合 想知道这游戏怎么下载,以及如何获得无限金币无限道具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这部影片 影片的传送门就放在下方的资讯栏,或者是在宝可梦的系列列表里 优美的宝可梦乐技第七期正式开始,这期又能看见什么奇怪的融合怪呢 上一期又没获得了Fly的技能,可以马上到处飞一飞,去完成一些简单的支线任务吧 砍掉这棵树,挑战小姐姐训练家 砍掉树,发现个建筑,应该是发电厂这一类的吧,因为里面遇到的都是一些电系的宝可梦 可是无法再深入进去了,只好以后再来了 完成了工地的支线任务 然后记得每次只要打印刀馆,就要找这个男的说话 然后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道具奖励 和NPC下聊天 这个物质暗暗的 在进去里面,发现很多被关起来的宝可梦 原来是火箭队在贩售它们 看了一下它在贩售的宝可梦 根本就是诈骗,在骗钱了 往下路探索,看见奥克北七和火箭队在对战 想去帮忙,结果火箭队趁机逃走了 这时出现了一个少女,Erika 说她是个别的道馆主 Erika得知了火箭队在这里到市 又绑架了老头 于是就和优妹一起联手 进去下水道,打击火箭队 火箭队的宝可梦怎么说呢 都有点偏邪恶 这是什么花鼠啊 这只蓝色的好像垃圾桶 要吃几次然后被夹住了 野生龙和怪 蜗牛 霹雳卡米贵 在这下水道,我卡了蛮久的 打开水之后又无法通过 然后才发现 原来是要在没水的时候 往前踩 让木板掉下去 才去打开水 然后就可以通过了 卡比兽地鼠 这别的动漫里跑过来的吧 瓦斯抽泥 左边那只是怎么样 把头抱起来 然后咬住一把剑 火箭队 火箭队小姐姐 进去里面有两条分岔路 只好一人走一条了 只好一人走一条了 咚咚代兽 这十人画有点可怕 天然捕梦王 这只就不认识了 派拉斯和大象的融合 这只是什么 华丽的玫瑰 最后一位守门的火箭队成员 Erica和火箭队老大的对战输了 没事 无敌的优妹来了 瓦斯和乌鸦的融合 变色龙和沙漠蜻蜓的融合 变色龙和沙漠蜻蜓的融合 耿鬼小画家画的蒙娜丽莎吗 臭泥猫老大 哎哟你也有喷火龙 难怪Erica会输 捡到了一个类似夜市镜的东西 只要戴上就能看到一些看不见的东西 应该是用来过宝可梦领古塔的吧 然后看见了一个研究三个宝可梦融合的报告 火箭队的问题解决了 就去打道馆吧 我就不放训练家的样子了 直接放他们的宝可梦 这只爆里龙我喜欢 路卡利歐 藏朗 minecraft 蜜蜂 来啦 Erika 对战吧 轻轻松松就赢了 打赢了刀馆 就去找这个男的拿奖励 然后回到下水道抓一些宝可梦 遇到了一些野生的融合怪 小池鳄鱼怪 鳄鱼抽泥 AI融合丑霸怪 鳄鱼小拉达 多变小拉达 AI融合丑霸怪 AI融合丑霸怪二号 AI融合丑霸怪三号 抓到了想抓的宝可梦之后 又没回到医院进行融合了 两只小拉达 两只小拉达融合 拉达王 两只瓦斯坦融合 这是新冠病毒吧 两只小池怪融合 两只抽泥融合 这比较像是在细胞分裂自我复制吧 两只鲁鱼王融合 像是海灾王里 海王类的画风 然后给它们进行升级进化吧 第一只瓦斯蛋进化 半成品 霜蛋瓦斯 完整体 霜蛋瓦斯 抽泥进化 半成品 抽抽泥 完整体 抽抽泥 还不错看 小拉达进化 半成品 拉达 完整体 拉达 小池怪进化 半成品 三合一池怪 还蛮普通 完整体 三合一池怪 好像也还蛮合理的 鲁鱼王进化 半成品 鲍鲍鲍鲍 这脸怎么有点像鲤光珠 终极进化 完整体 鲍鲍鲍鲍 这么 怎么身体变短了呢 然后又没下光 来到了宝可梦的保姆之家 RPG的精神 就是要去搜刮 各种有用没用的道具 还顺便获得了一颗蛋 应该是波克比 然后飞去宝可梦的灵骨塔 有了这个类似夜市镜的东西 应该就能通过这里了 被附生的婆婆们 我就快速的带过她的宝可梦吧 都是偏黑暗系的 被附生的少女 野生融合怪 这一只好可怜 超级可怜 继续往上移动 和各种被附生的人战斗 都是新世代的宝可梦 我都不论是 到了后面楼梯口 忽然出现一个幽灵少女 阻止幽妹前进 但是没什么软用 她和幽妹对战完就升天了 到了最上面 老伯将笛子给了幽妹 终于可以去弄醒卡比兽了 先去抓掉挡路的卡比兽吧 弹破了 果然是波克比 钓鱼老的宝可梦 拿到了好一点的鱼竿 就在这里结尾吧 这期就先玩到这 我是Yo 又是我 订阅我 不要错过下一期 优美的宝可梦日记 FMUZU LIVE 是我的另一个频道 会分享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女 也会聊游戏以外 其他的各种话题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